我心裡最多的距離,如果坐車是怎樣 如果看機場城市,走不斷去首都停泊 一個小時多一點 停泊去Agronacci,三個小時左右 大概是這樣,機場差點是怎樣 這場是短的,你入屋行 沿途不要睡覺,沿途幾顆眼睛,看看景色 因為像是景色,我們在香港其他地方都看得很不一樣 你看這些小屋子,小屋子都很可愛 你看到那些路是很可愛的 但現在沿途,十幾年前 我十年前看,前輩寫時就說不要等 其實我去到已經不等了 因為他們知道人士是停泊會,只要幹路 每天都很多人不開 因為我平時有一個小屬子,每天都是這樣開車上班 路已經很難,很平坦很舒服,其實沒什麼 就算是停泊去,很難堪都沒有 但已經主要是降到,降到很舒服 我反而贏 因為車一架是坐幾個天 例如四個人,如果五個人去了,他可不可以 如果這樣彈性,他一定會走得對給你的 他不會這樣做,通常有大無小的 他沒有理由,你這麼不舒服幾天,你回去求信 他當然不是,而且他總有大風小的車 我一個人去,他給四個人坐位 我那次和家裡幾個人去,他給十幾個人坐位 他們一定是比大一點,沒有理由他一向休息 一定會走,放心,不用擔心這些